你好欢迎收看全球新观点 我是王燕婷 2021真的进入最后的倒数 那细数今年最大的变化呢 当然就是美国换了一位新的总统 不同的执政风格 有没有让大家觉得 日子有过得稍微舒缓一点呢 当然在今年的国际格局上面 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对峙动荡的一个情势 再加上这个新冠疫情 是持续在全球蔓延延烧 糟心的事情还是一大堆 但是回想一下 今年的状态跟去年的状态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的时候相比一比 他当时候川普在任的时候 什么事都要美国第一 一些经贸获利要以美国优先 美国的一些科技发展 也都是要由美国来掌握 大家都不可以先抢先 全部都是要以美国为主 美国说的算 稍有不如川普或美国的心意 川普就会开始来发动一些贸易战啦 或是用一些经济制裁等等的手段 到处戳这个打那个的 好让大家过得好像人心惶惶 而且也无所适从 都很怕一觉醒来 会不会川普又出尔反尔 还是又发动了什么战争 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所以这样子比起来 今年拜登上任 有没有让大家觉得日子上面稍微没有那么的紧张呢 美国媒体报导最新的调查就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 看看川普不合心意就大打出手 相较之下拜登的表现可是真的温和许多 就来调查好军事行动上面 我们就来看看 在去年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的最后一年 2020年光是对全球发动的空袭行动 就高达951次 一年不过365天而已 你发动了951次 也就是说平均一年在全球的某一处 好可能平均会打下2.6次的空袭事件 好那拜登接任之后呢 好在行动上面就会比较谨慎小心一些 所以在空袭次数上面是有大大的降低 砍了一半以上只剩下439次 所以很多的媒体报导都觉得 确实这样子比较起来相较起来 全球的一些无辜的平民们 死在美国空袭之下的人数有大大的减缓 今年相比川普在任的时候 这情势上面感觉上面是 平和许多 但是呢美国人民非常无感 甚至觉得日子怎么反而过得更苦呢 不满意的事情反而更多呢 这让拜登总统他的民调是直直弱 而且才刚上任一年 好这已经不是搭做溜滑梯而已 是已经做大怒神垂直往下 好民调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惨的 才刚上任的时候那时候民调还有将近六成的支持度 但是呢一路往下没有回头 在最近的调查好12月份的月初月中最新调查 只剩下四成三好相对的个低迷低档 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媒体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大学啦 或者是民调机构调查还在往下调 还在创新低 那原因呢原因当然很多 而且这些原因样样都是民众的痛点 眼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新冠疫情上面 首先就看到了新冠疫情又在升温 你想当初去年的时候拜登那时候要竞选 他当初打的是什么 新冠疫情一直在抓着川普的小辫子 认为川普在这件事情上面大错特错大失误 指着川普的鼻子骂 你怎么可以罔顾全美国民众的健康安全呢 他上任之后当然要彻底来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呢好一年过去了上任都一年了一年过去了 美国的防疫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好大家相信看了很多的国际媒体报道也发现 还是一样乱七八糟啊 最近又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的侵袭 他们防疫好像纸糊的一样有跟没有一样 光是一个变种病毒一来袭他们的防疫状况又破了 好最近的一些单日的新增平均人数 又是以几十万人几十万人再跳增 疫情又攀上了爆发以来的高峰 让民众是苦不堪言 你做了一年好疫情也都走到现在一年了 怎么好像跟刚开始一样呢 好那你当初骂这么多那你跟川普有什么两样呢 而且啊前两天拜登跟全美国州长超开市序会议的时候 他在听取防疫工作简报 竟然对于防疫的问题还语出惊人 更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了 他说什么他说联邦政府没有解决方案 没有解决方案要怎么办呢 好防疫的相关工作还是需要靠各地方政府各州政府去做 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身为一个总统你讲这话 你的意思是没有解决方案 那就是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吗 那没有办法那所以就叫地方政府自己看着办吗 你当然好当然防疫的政策防疫的工作是要全民一起动 但是这大前提是什么 大前提是你中央政府要有所作为吗 你中央政府要下一个中央这个主要的指导令吗 让地方政府下去实行 让全民的全国人民有所依据 好撑起这样的一个防护网 结果你竟然丢了一句 没有解决办法 那你是真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 你无能好你无法作为大家自己看着办吗 自己的健康自己守护吗 好华尔街日报就对此批评了 这跟拜登你当初上任做给全民的保证完全不一样 你身为一个总统现在讲的这些话 是在告诉大家你的防疫政策可能就这样放手大转变吗 还是拜登总统你本人又说错话又在恍神了呢 好再来第二点 就是更让民众更痛苦的一点就是通膨问题 好你细数最近的一些物价指数 又暴增了 又往上攀高增加七成 已经来到了近40年的高峰区 好什么东西都在涨 而且明年可能还会继续涨下去 民众看不到镜头苦不堪言 但是惨的是拜登政府似乎拿不出来一个比较有效有用的作为 所以就让民众更加更加的豁大 好所以让这件事情也是让民调直直落的原因第二之一最主要的第二大原因 但与此同时呢川普却在后面蠢蠢欲动 你以为川普下台了吗 没有他好像没走一样 你会发现这一年来他动作不断 他召开了他造出了参加很多的活动 召开很多的大会 有些大会还搞得跟造势活动一样 那好啦你前面这两点 之前一直指着川普在骂的这两点 你也没做好 那你要小心了 川普现在频频的在民众的心中刷存在感 那也很容易被拿来跟川普做比较 也确实发现川普现在的民调 仅仅甚至是不断的在反咬拜登 那其他当然还有还有什么 包含有一些施政缺失 还有一些国际事务处置不当 比方像是阿富汗的问题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还记得吗 拜登宣布说要来遵守约定来撤军 但是这个配套措施还有相关的防范 好像没弄好 说测就测 结果造成阿富汗陷入动荡 大家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惨况吗 很多当地的阿富汗人民急着仓皇逃生 有的攀围长的攀围长 攀围里的攀围里 甚至还有人攀飞机 结果很多人都从高空上面掉下来 甚至还有一些父母们忍心着忍痛骨肉分离 也要把自己的孩子赶快送到围长外面去 有些才几个月大的婴儿就这样子一直的传递出去 就是希望至少他的孩子能够获救等等等等之类的惨况 这些都历历在目 那这也就让不少评论认为说 美国你确实遵守了约定 是完成了阿富汗的撤军任务 但是你却付出了惨痛的失败 这也是看在很多美国民众的眼里 非常非常不能理解 也是造成民调往下掉的核心问题 最后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健康 还有形象不太好 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拜登 拜登这个年纪上面是一直大家被诟病 也被担心的 他是以78岁的高龄 登上了总统宝座大位 大家原本就很担心你年纪这么大了 你体力你健康甚至你的精神状况 是不是能担此大任呢 虽然他一直说没有这个问题 他健康好得很 可是你会发现他这上了一年来 讲错话的状况还是接连不断 就连同我们刚刚讲的 他对于防疫这么大的事情 这么大的中央政策 他却说什么 他却说联邦政府没有解决办法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 讲出这些话 但是这让民众上相当觉得火大 你身为一个总统 你没有拿出办法 还直接直白的告诉大家说你没有办法 这让大家更加的质疑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身心素质 因此就有高达48%的民众认为 拜登的精神状况可能不太适合担任总统 好那你说谁适合呢 拜登不适任的话 那谁适任呢 川普说好应该要选他 你看看拜登好刚刚列了一大堆零零总统 你看拜登都做了些什么东西 当初指的他鼻子骂 结果呢一样也没做好 倒不如回想他 他在过去四年做了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他说他在任的时候 美国经济强健起来了 美国的就业也起飞了 把美国带上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峰 在他的任内股市是先行不断的创新高的 所以表示说他的能耐很好 应该要来选他才对 这个开始在跟大家做倡导 让大家做一些回忆 那也确实在最近的一些访谈当中 也不断的在做一些暗示 川普有说 在这个月初的媒体专访又说了 好他爱这个国家 那如果你也爱这个国家的话 那你就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什么选择呢 那就他啦 还说呢他喜欢当总统 因为他觉得他能够帮助到大家 这也是他会出来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就只当总统的原因 因为他乐于助人 想要帮助美国人过得更好 所以他才出来来当总统 那他认为他来当总统的话 未来的你们 未来的美国民众们 也会相当快乐 有听懂什么意思了吗 暗示的非常明显吧 意思就是他非常想要干嘛 再出马再战2024年 那好啦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大家注意咯 如果现在真的立刻去投票 明天一早上让大家去投票的话 拜登好现任总统拜登 很可能会惨输哦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一个媒体调查 对于在这近40年来 美国的历任总统 好总共有7任 他们一连有7任总统 那历连来这7位 美国总统的相关评价 谁最受爱戴呢 好第一名就是欧巴马前总统 他的支持度 现在在美国民众的心中 好支持度仍旧有35% 觉得他做得还不错 做得非常好 第一名第二名是雷根前总统 他的支持度有23% 第三名呢 好很意外吗 好第三名是川普 川普有高达17%的支持率 位列7任当中的第三名 好那你说那现任的总统拜登呢 不好意思哦 现任总统拜登 现在的位列 好在7任当中当中是吊车尾 跟老布希总统一样支持率只有3% 位列7任当中好是最后一名的表现 对于这样的一个民调数据呢 拜登曾经在美国脱口秀节目上面 有开玩笑的做出回应 民调一直支持 若好主持人也问他 你有注意到这件事吗 好民调掉到40%这么低迷的水位 对此拜登说啊 他掉到这么低后 之前有看啦 但是因为一直掉 好像也无能为力 所以他就不再关注支持度这件事 好吧 你可以不在乎数字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不认真的回应 美国民众的需求的话 好了那明年好 明年美国其中选举要到楼 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川普现在又蠢蠢欲动 好动作非常多 又上媒体再发话 而且支持度这么这么的高 万一让共和党先行 在明年其中选举 夺回参众两院的话 好拜登 2024年可能想都别想